小偷摸黑 捏手捏脚 沿着围犁走 想拉开围犁 没有成功 又找了一根竹竿拨开监视器 但是他行窃的过程都被拍了下来 他穿着运动衫短裤夹脚脱 闯入农场偷窃 还来了两趟 已经熟门熟路 从花园当中拔花 整树捧着离开 偷的是这种太阳能花 它太阳冷了 晚上它自动会亮 自动会亮 对啊 就一些造型 一些造型 这有开关吗 没有 它就是自动感光的 这种人造花 吸收太阳能 但是没有行光和作用 而是变成电力储存 在夜间发光 被害人把所有的太阳能花 通通收到仓库了 就怕又被偷 失窃的地点是苗栗一处农场 园区为了造景 擦了不少太阳能花 农场没人的时候 小偷趁虚而入 偷走了十多只的太阳能花 损失数千元 很怕它还会再来 出入凌晨一次两点多一次四点多 对 半夜来 外面它就直接拔 黑暗中发光的太阳能花 成为小偷寂觎的目标 两度光顾行窃 还攀爬入侵农场 投花贼在农场的监视器画面当中是徒步 不过警方扩大范围追击 发现他骑机车 以车追人已经锁定对象 TBS新闻谢国金无赎品 苗栗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